有花友说老花一蓝雪花到手以后怎么养护 这个就简单多了 花友 首先可以找个大一点的花盆 前提条件是你要有光照 光照特别好 明白了吗 如果说你在室内盆栽 没有什么光照 光照不那么好 就不要考虑它了 如果说你在室外有花园子能搬出来 那你就这样跟我一样换大盆 如果没有 你在屋里边 那你就整这样 你就这样养着就行了 也不用你换盆 也不用你干啥 明白了吗 你就只需要浇水 施肥 晒太阳 其他不用管 长得很长了 你都可以捡一捡 这种枝条你还可以修剪来做嵌插 好吧 那我就浇一浇那种光照很好 很哇塞的花友 如何把它养好吧 盆的话呢 我选的会比较大一点 用的是这种排水透气的 如果说花园没 你在屋里边光照不好的话呢 你可以换个小一点的 我这个就一步到位了 我这个光照很好啊 花友 明白吗 我就加土了 加土呗 那有啥难的呀 埋的时候不用太深 把这个钩子一摘 你们收到的手的蓝小花 不认是什么花 你看看根系长满了嘛 根系长满了你就换 根系没长满你就不换 像这个根系长满了就换盆呗 埋的时候不用太深 它根系往下长 那装呗 然后我们这边这些大姐都四五十了 人家都来到就会 一看就懂 就你们还不会 讲句不好听的了 一年就学个庄稼 你十年也难学个生意经 你这玩意呢 有啥难的 种上 拿出去晒太阳 就这个起码两年不用换盆 干了就浇水 不干就不浇 蓝小花淋点雨水没有事 你只要花盆排水透气 你管的干啥 就这么种的呗 就这么养的呗 这个东西又不怕晒 浇水你现在也不用浇啊 你等明天浇也行啊 上回咱们种的草莓你爱浇不浇呗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干透了浇透 你这样浇水多一点就不怕 它通风好 光照好 没有光照 你这花里没有光照 你养不了 就点关注吧 臭宝 雪呢 等天冷了 搬屋里边 光照好的地方 这玩意还有雪 挖坑 埋点土 数个一二三四五的事 走了臭宝 我是老花一 点花最转一 来了